美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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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收看 《醫師好辣》 這道七六十二個美女 好辣醫師團 忽視生活危機 當心死神就在你身邊 今天醫師們要來告訴大家 生活中有哪些 不能輕忽的危害喔 我們有時候生病 可能是外來的義務 也可能是你自己 造成的 今天就來告訴大家 有哪些 隱藏版的危害 可能會讓你生病連連 第一個 我們來看 死神就在你身邊 生病原來是義務害的 碰過很多危機案例 它其實和 那印象很深刻的是 有一個年輕人 帥哥 他其實在來這件事之前 看過好幾次一次 門診 腸胃科的門診 診所看 都是講肚子痛 一開始看的時候 其實是醫生看完 就覺得像腸胃炎 有點噁心感 輕微腹痛 也沒有太明顯的突 也沒有太明顯的拉肚子 吃藥之後不見好轉 就有一天晚上突然間 痛得很厲害 跑來掛急診 所以醫生看的時候 就發現 哇 整個腹膜炎 整個肚子硬邦邦的 你要去碰它 它不讓你碰 那醫生看 哇 這種情況腹膜炎 就想原因 腹膜炎總是會有原因 所以大概問病死 他大概痛了幾天 三天 兩三天 然後一開始食慾不振 然後有點噁心感 所以醫生那時候 一開始的一個預測 推測可能是 可能是一個表現 不是很典型的盲腸炎 所以安排做個電腦斷層 電腦斷層看完出來之後 我們確實在盲腸的附近 看了一坨農包 我們叫農羊 就是盲腸附近的 它已經化農感染之後 它已經組織沾黏在一起 形成一個農包 所以醫生看了之後 這個大概就是盲腸破掉了 可能之前表現得不是很典型 所以可能沒有辦法提早診斷 結果後來病患也同意開刀 結果沒想到開進去 盲腸本身沒有破 可是盲腸的旁邊就一點點 就是我們所謂大腸和小腸交接處 那是盲腸的位置 果然有個農包 所以醫生看什麼原因 就開始清 清 清 清農包之後發現 哇 清出了什麼 清出了牙籤 後來等病患手術結束 麻醉醒了之後 就開始問這個病患 說你有沒有吞牙籤 他說他就有吞牙籤 不過他有個習慣 他覺得這個 小馬哥 對 所以他很習慣地 用個牙籤含在嘴巴裡面 那會不會吞進去 他不知道了 所以看起來應該是 他不小心把牙籤吞進去了 牙籤在胃 在小腸前段的時候 可能並沒有產生什麼症狀 可是我們知道小腸進入大腸的時候 是我們腸道最狹窄的地方 所以他在那邊過不去 他在那邊轉轉轉轉轉 抓了就刺破 所以這是一個很不好的習慣 那另外還有一個 也是一種非常非常危險的狀況 媽媽在煮飯 媽媽在煮飯的時候 就突然聽到小朋友開始哭鬧 他們去看小朋友 小朋友在地上玩耍 也看起來也沒有跌倒 也沒有什麼異狀 可是小朋友就是在不停地哭鬧 帶來急診室來 當然急診醫師對這種小朋友莫名的 就是小朋友發生什麼事 通常小朋友不會講 媽媽也不見得會交代這麼清楚 所以急診室醫師 對這種小朋友莫名其妙的狀況 他有一個評估的流程 比方說有時候常常是眼角膜被刮傷 甚至有可能是腸靠疊 很多狀況 這個小朋友經過一個 一般的一個標準流程檢視之後 確實也沒看到什麼問題 耳朵也看到 是不是從此爬進去了 結果後來醫師怎麼辦呢 就照張S方片看一下好了 結果S方片一照出來之後 大家就嚇到了 結果小朋友在 我們在上石道這個地方 就看到有一顆白白的一個 一個金屬陰影 結果照側面照 果然發現這個 結果再問起來 或看起來應該就是個離電池 現在離電池使用非常非常的普遍 有時候家裡離電池掉落在地上 小朋友以為那個離電池是個糖 所以小朋友就往嘴巴裡面塞 一塞完之後就卡在石道 我們知道離電池是個腐蝕性 非常非常強的一個義務 所以這種情況 如果沒有提早診斷的話 它甚至可能會造成 石道的窗孔 石道窗孔 石道破裂 所以這個小朋友就立即把它 轉到醫學中心 我們知道小朋友造內視鏡 取物不是那麼容易 第一個 它有全身麻醉 所以這個小朋友就盡快 在最短的時間把它轉到醫學中心 可以在晚上去執行 兒童內視鏡的醫院 在麻醉下就順利取出 小朋友的石道 只是有輕微的腐蝕 並沒有破裂 但也是住院很長一段時間 所以媽媽帶小孩真的 半分鐘都不能離開 不能離開你的眼睛 電池的話 如果它真的吞到肚子裡面怎麼辦 喝牛奶可以嗎 因為這時候應該蠻常見的 這邊可能要跟各位觀眾 要去有一個小胃教時間 像這種的義務吞食的話 第一個 有時候媽媽會想說 吃個饅頭 吃個什麼東西 讓它吞下去 第一個這種千萬不要 因為有時候你到胃裡面去 甚至到小腸裡面去 你的取出很困難 內視鏡未必可以取出 它如果在食道的話 內視鏡的取出相對來講 可能還比較容易一些 第二個很多媽媽會吹吐 這是一個做家長的一個直接反應 這種吹吐也不要 小朋友離電池進去的時候 它可能造成傷害了 你在吹吐的時候 它又可能造成第二次的傷害 而且未必會吐得出來 所以千萬不要吹吐 千萬不要給它灌食 任何的一個牛奶也好 饅頭 米飯飯糰 都不要盡快勝利 有一位30多歲的熟女 算輕熟女 現在30多歲算輕熟女 她來到門診就報應說 她已經有兩個禮拜的時間 感覺到 但她一直想說 這個為什麼最近幾天 都沒有什麼新生活 為什麼會這樣 她也很注意衛生 內子一看 就看到裡面放了一個仰眼圈 那她老公是靠著仰眼圈 想要增加情緒 但她本人其實並不知道 後來老公發現掉在裡面 她也不講 她覺得不好意思講 她也不敢講說 其實沒有出來 那她一直沒有講 她在想什麼 如果沒出來不是會更嚴重嗎 她以為她 搞不好改天會 液菌會把它衝出來 但是不幸的是 就一直在裡面 過了兩個禮拜就發臭 她以為人家是洪水是不是 對 但是因為陰道的上山 上山這段是比較 沒有什麼感覺的 它空間也比較大 它掉在那邊不知道 下山這段是比較緊的 它也並不容易掉出來 那她最尷尬的是那一次 她帶了她的小姑一起來 那小姑很熱心想說 哇 這個 這麼嚴重 這麼湊成這個樣子 那她說她靠近 都有點聞到味道 靠近她身體的時候 她就想說 是不是得了什麼癌症 我說不會吧 你不是也做抹配嗎 她說是… 結果等到我看到答案 她小姑說 蛤 我哥吃這麼重鹹啊 這種事情是還不要命的 那有一個狀況是要命的 就是說我們有些人他放一種避孕 陰道的避孕環 每三個禮拜 放三個禮拜 再休息一個禮拜再拿出來 這種在台灣沒有很普遍 但是這種的話也是一樣 擺著 忘記拿出來也是發臭 可是最恐怖的是衛生棉條 衛生棉條有人放在裡面 忘記拿出來 忘了三四天就可以產生一種叫 會失望 就是說是金黃葡萄酒菌的 那個大量繁殖會死亡的 所以在國外有死亡案例 所以像這種東西就是你放到忘記 因為他一直 因為衛生棉條他一直換換 到後來量越來越少 他就忘記換 他一直老覺得有拿出來 可是實際上是沒有拿出來 而且他塞到比較裡面 我就剛剛說過了 裡面那三分之一段 是沒有什麼感覺的 他就一直以為是已經OK了 等到發燒了 餓臭了 還去醫院一看說 糟糕了 這已經是重度的感染 最後是敗血症死亡 我永遠都記得 我很年輕醫師時代 那時候有一次有個病人 其實他在台灣二十幾年前 開過泡布餐以後 就移民了 他移民這段時間 他三不五十就覺得 肚子痛痛的 怪怪的 那這一次好不容易 二十年前回到台灣 來就診的時候 他就來看一下 因為在國外就醫 台灣人很幸福 國外就醫肚子前 有時候還排不進去 所以小病他也不會去看 那回來就來看呢 他覺得肚子怪怪的 肚子怪怪我們第一個動作 會照一個X光 其實照了X光呢 他的組織師就跟他講 你裡面有個東西 這個東西呢 角度怪怪的 再照一張側面看看 結果原來是什麼 針 我們其實在縫線 我們一般在縫合的時候 會有縫線 這個縫線通常是一個彎的針 結果它彎的針 大概都有一定的角度 它差不多剛好90度 斷針在裡面 它剛好就在皮下 皮下脂肪 再深一點點的地方 摸 摸不到 然後結果後來他才排入院 然後一邊 我記得我那時候是住院醫師 然後一邊跟他問 你都不會痛嗎 他就說 其實隱約想起來 一點點怪怪的 但是他就一直罵原來組織醫師 不過老實講 他也沒有大的不舒服 所以後來這個東西 就是開一個刀 直接把它做一個小的青瘡 然後就針尖直接挑出來 可是我們那時候 進去很怕摸不到 因為大家不要想像 在肚皮裡面 你要找一個東西 那麼好找 那當然這個就是 那時候衍生 才二十幾年前 那時候對於病安 不是說不重視 病安沒有那麼具體 所以大家知道我們開刀 其實很多東西都要點 砂布一定會點 針 基本上是會點 所以這個那時候問了一下 大概之前是在 比較早期的診所 診所其實有些 這種規範沒有那麼嚴格 這個故事沒多久 隔了差不多十幾年 我那時候在桃園的醫學 另外一個區域醫院 這個案子就更特別 他其實是轉過來 因為他在以前我們的分院 原來他在十五年前 開了一個跑步產 開完跑步產以後 他老是覺得肚子怪怪的 不舒服 脹脹的 但是久而久之 剛剛開完半年左右 一天到晚跑醫院 但是半年左右就好了 結果隔了十五年 突然有一次幹嘛 就是去他們外科 因為他覺得胃怪怪的 那外科就給他照個X框 一照 怎麼有一條東西 那先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開刀房裡面的東西 如果不希望他帶出去 像紗布 我們會有一個 所以賢引紗 就是萬一有時候東西找不到 很多人會以為 我們紗布掉在肚子裡 一定一下子找得到 基本上紗布混在裡面 你就算開進去 有時候也摸不出來 所以為了在X框下好找 我們那個紗布上面 會有一條銀線或者是金屬線 就針對找X框 對 就知道 這邊有一條一個東西就對 結果一看 有一條大的 滿大一看就知道 應該是大紗捲 我們紗布很多種 不是大家想像的小紗 也有中間的紗 也有做起來是像銀絲捲 那麼大一捲的 可是為了止血 因為你泡布產其實 比較容易流血 結果後來果然就那個 然後開進去 很多人一定會問 這紗布那麼久 都沒有感覺嗎 各位 紗布捲放久會變成紗布流 紗布流它就捲在一起 包在一起 跟旁邊維持一個良好的關係 其實反而它日子都好好 所以它那時候的問題就在於 腸胃剛好稍微不適 年紀也大了 消耗不好 才衍生出來 那其實開這種刀就很小心 我們進去再清的時候 其實它裡面很多濃陽 是被包在裡面 清的時候有時候 開完隔天一定會 所以我們就把它清完 清完又面臨一個問題 其實我們每次清這種問題 因為怎麼會有那麼大一塊的 紗布在裡面沒有發現 再度回到 其實我必須要講 現在比較少 因為在十幾二十年前 有時候為了止血 他們覺得點殺沒有點得比較清楚 那現在在大一點的醫院 甚至在好的規範的基層院所 其實我們開刀也都會 結束以後一定要 點殺 點殺之後還有點針頭 所有東西都要點 要不然這個容易會出事 我講一個有趣的案例 是這個 因為這個人現在是 我們的政府的部長級的官員 他是怎麼樣走路這條路的 因為他當年只是幫一個病人做結紗 結果病人後來過了幾年 被發現有一個紗布在裡面 他說我的結紗 傷口那麼的小 在這個肚臍裡面 那個小一個洞 怎麼可能 那個是大紗布 各位知道紗布有小紗布 大紗布 大紗布就很大一團的 那通常一包大部分的醫院 都是兩塊或三塊而已 可是卻有 護理師當年 他們都二三十年的事情 沒有點清楚 其實喊一二三一二三 結果像小二少年經 你喊一二三 他也喊一二三 結果沒有發現上面 就只有兩塊 那結果那一塊大紗布 死了這位醫師 他覺得說 你這個先前查起來 他先前在別的地方 開過一個外科手術 那一個是他放的 怎麼會是我放的 那檢察官居然說 法官居然說 那你怎麼會沒有看見 前面的人放 他說我怎麼看得見 我是很小的一個洞 那那個三層是一個大洞 那我怎麼看得見 他說好 他就很氣說 我有理說不清 我去考大學 讀法律系 他說考上我們的 最高學府法律系 跟了18歲的小朋友 一起讀法律系 畢業之後 他後來就不再當醫生了 他就切心了 不當婦產科醫師 他後來就 也算從政 他前幾年跟我說 你知道嗎 我同學現在都正在結婚 我們的大學同學 都在娶媳婦 原來有醫學系的同學 但我們現在法律系的同學 都正在結婚 所以 正在包甜 包紅包 他們都剛剛才差不多30歲 其實我們是 有過在半夜 開那個計程道的時候 刀開完了 就為了找紗布 找了兩個小時 對 因為找完 開完之後 紗布出來那個小姐 就一直說掃一塊 掃了半天掃不到 怎麼辦 那你就知道 因為要把紗布翻出來 結果一直翻不到怎麼辦 我們就抓那個 那個S光哥有沒有上來 就像保安哥講的 現在紗布有個好處 就是因為要預防這種 就是怕你找不到紗布 所以上面對我有一條線 那條線是可以鞋印的 就在S光底下看得到 所以那時候就叫那S光機 上來照 照的時候發現他在 那個病人的右上角 他趕快去右上角 一直翻慢慢慢慢 把那塊紗布翻出來 要不然之前翻了兩個小時 找不到 兩三年前那時候也是一個復刻刀 開完以後 真不見了 真掃過 真不見是大事情 你知道嗎 嘴邊上找全世界 那Portable那個來照 嘴邊也看不到 那一小個針 真的照不到 後來因為我們到S光 真的不在肚子裡 好啊 病人就走了 就先離開 離開以後晚上阿姨打掃 然後那個床 那個手術台 移開的時候才發現 在手術台的下面的一點 還有上次有一次是 紗布也是怎麼樣都找不到 然後就照S光 怎麼在那個位置 可是那個位置 不是我們開到的地方 結果是怎樣呢 病人翻起來一下 原來掉到 滑到病人的背後去 所以因為他沒有找到紗布 我們不能移動病人 所以就看不到這個地方 所以很多現在 大概這種發生率 遺留在體內的機會太低了 對 現在開在網裡面 不是說現在一直都有 有一支那個大的磁鐵 專門在地上找針的 一直找磁鐵 不然你找不到那個針 因為太小啊 所以你們開到可能 有大部分時間是在找到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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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發生 因為那時候 很少見的 對 很少見的 因為我自己就是有過一次 那個針這樣一縫 有時候我們在縫那個線的時候 縫到組織比較硬的時候 比較用力的 一縫那個針就彈走 彈走的時候你就想說 如果是彈到 你看到它飛到地上 你也確定它在地上的話 就比較沒有關係 可是一彈的時候想說 不見了 當然你應該視線就慘了 對 就到處找啊 都找不到啊 結果那一次傷口我都關完 因為我就覺得好像不在傷口裡面 可是我實在不放心 我就跟保安哥一樣 我就叫那個X光機來照 照了之後就發現 病人身上有應該是沒有 但是只是應該 你沒找到針你還是會很毛啊 對 非常非常毛啊 所以那個病人不然被送出去 因為他X光照了兩隻都沒有 我還是很毛 結果還是沒辦法 不能在病人在那邊麻醉太久 還是讓他醒過來出去 出去那天晚上 我就跟鄭醫師講的一樣 我就拿那個磁鐵在地上一直吸 我找不到心裡會很麻 你知道嗎 結果真的被我找到 我就說 超為開心一點的 我想說不然的話 這病人五年十年做出目的 你看我們當兵打拔 那個蛋殼少一個都不行 對 其實一樣 其實像保安哥講那個紗布 其實最近這幾年 我們還是有出現事情 因為那個紗布 像保安哥講的一樣 如果你在肚子裡面 你不是一兩年會出事 可能是十年二十年之後 肚子才會開始痛 他可以撐很久 我們之前就有個病人 他就是這樣子 他就覺得 他其實從以前開過兩次的 一個剖腹場 一個盲腸野 一個是八年前開的 一個是四年前開的 他說他這兩年肚子偶爾會痛 一開始是一個月痛一兩次 大概只有痛一兩天就好了 可是最近這幾個月比較頻繁 一個月要痛四五次 他是每次都會痛到一兩天 但是他沒有發燒 吃東西很正 他就覺得下腹悶悶的痛 他開始一直以為是 他自己的子宮肌瘤 可是後來想說奇怪 也不是月經的時候會痛 三不五時就痛一下 就覺得不大對 然後有一次他就跑去婦產科 婦產科幫他操超音波 也沒說什麼 他只說你子宮後面 好像有一塊東西 可是不知道是什麼 所以就幫他做電腦斷層 所以電腦斷層一坐 就看到那是一塊紗布 就看到那是一塊紗布 躲在那個子宮的後面 然後後來他就是 那個其實已經到六公分大了 他就因為他最近越來越痛了 後來他就找我們外科 就把他拿掉 那大概是我開的 我開去就把那紗布拿掉 出來的時候後來 病人是恢復得很好 可是他出來只問我第一句話說 醫生我問你一下 這個紗布到底是 我那時候剖婦產的時候 放進去的 還是我後來開盲腸放進去的 對啊 我說我不知道 你要去問那兩個醫師 我怎麼都不知道 我怎麼知道 反正不是我幹的 結果後來病人不知道到誰 後來是兩家醫院都 兩家醫院我去寫一條 因為真的很難講 是誰搞的 這些故事是 因為這麼多年 他們集中的案例在講 對 不是長 很少 很少 所以我們聽起來說 怎麼多死不是 現在很少見了 對啊 以後這一集播完 以後那個手術太長 人家就會問醫生說 因為那個嚕嚕很怕嘛 沒有 現在 而且網路上常常會說 開玩笑說 什麼醫生甚至會把 手機掉在裡面 不可能 我們就說 如果找不到的話 結果打手機一下 看你的肚子也會響 完全都是笑話 不可能 我們遇到一個 兩三歲的小女生 她就是擺一個 其實她做了 後來我們找到一個鑽石 真的是 那是塑膠做的小鑽石 大概0.5到0.8公分 她就是一塞 把它塞到鼻孔 而且是鈍的跑進去 其實我們從外表也看不出來 她是大概三四天 小朋友他會講 她會自己又去摳 她越摳越深 後來把它帶來 我們用 因為你想兩三歲 要跟她抱著 讓醫師那個內視鏡 可以好好看都有困難 這個又不能硬夾 因為她也夾不住 露出來是尖尖的那一邊 至於還有鼻歐科 有一些專門的器械 可以用刀地把它撈出來 這個還是要特別提起 因為那個東西 因為鑽石有那個切割面 不關的刺激 有時候會到了 你中文的傳統 那個如果是真鑽 找就找到 那就是不關痛癢 那真鑽 少得三顆拉的鑽石 還不找 對啊 像我的小時候是 因為我們家同一輩 什麼表姐表弟表妹 我們是一群就十幾個孩子 就大概同年紀 所以我們一聚在一起 就很恐怖 因為家裡再多的大人 都沒有辦法每個都看得到 而且我在我小時候 印象非常深刻的是 我們一開始玩 就是十幾個兄弟姐妹 在家裡這樣跑啊跳啊 你根本不知道誰在幹什麼 就有一天晚上 我姐姐 她就是一直哭鬧 一直哭鬧 然後她也不會表達 她到底為什麼哭鬧 妳只知道她一直哭 被打也是哭 安撫她也是哭 然後但到後面發現 她不對勁是因為 她的臉已經 哭到臟紅 變有點青 然後又白 然後就是一直哭 也不說到底為什麼 那就只能帶去醫院 然後到急診室之後 發現是 我們小時候不是有那種 透明塑膠盒裝的那種口香糖 是那種很小顆正方形 很小顆 她那個天才就把那個 就全 她想說有洞就塞 她就塞 塞 塞滿了 不舒服了 然後到醫院去一看 哇 這邊裡面 全部都是那個 小顆小顆的口香糖 然後醫生就要幫她夾出來 弄出來 然後連著鼻涕 也是這樣流出來 從她塞完之後 把量都塞完 就有遇過一個小朋友 她大概五歲 然後她的弟弟大概兩歲而已 然後就是 弟弟就是一直鼻動眼都不會好 一直每天都有黃鼻涕 然後後來就是再問一下 然後仔細看一下 發現裡面怎麼亮亮的 真的 裡面有一顆 鑽石 找到了 一顆小鋼豬 然後她也沒有 媽媽有時候都沒有被鋼豬 就是自己也沒有塞進去 然後問了一下就是 哥哥就一直被打 然後因為是哥哥 趁弟弟在睡覺的時候 把他偷塞進去 其實我們耳鼻歐科 有時候有時候 會常常遇到一些 有生命的原因 從事 有生命 就是我們 耳鼻歐科像是一些 會看鼻子嘛 耳朵 然後常常有一些 像小朋友 他夏天去 那個山上玩水 然後回來的時候 就流鼻血 那是什麼 水痣 對 我剛剛就是 一打開的時候發現 它兩邊鼻孔 出了三隻 什麼 鑄三隻 鑄三隻 水痣 那是小的喔 小的水痣 沒有 很大隻喔 很可怕了吧 拿上去會吸血的 是小的吧 大的怎麼會跑進去 一開始小小隻的時候 會跑進去 然後它就在鼻孔子那邊定住了 然後吸血 過了幾個月 就變成很大隻 我就是有一隻蒼蠅 在這邊 那麼大的那種大蒼蠅 這樣盤旋 然後我就這樣 然後我這樣一揮完之後啊 我就 我就想說 走了嘛 然後我就繼續做了事 結果發現 頭好癢 就頭很癢 然後呢 就發現說不太對 就真的很癢 然後我就一抓 就真的有小蟲 就是白色的小蟲 它也有下蛋喔 下蛋 然後後來我就發現 我在整個蟲 都是蒼蠅 肚子 因為白色的小蟲 可是我不知道那是什麼蟲 那是什麼蟲 就是因為它軟的 不是小蟲 它那個軟怎麼會是蛋喔 因為我對蒼蠅 不是非常了解 然後後來就發現 然後我就趕快把頭洗完之後 去那個耳鼻喉科 我就 因為我就很緊張 我就已經快發瘋了 然後它就 它就用那個油之類的 就滴 然後就慢慢慢慢 好在那個耳鼻喉科的醫生是 他手很穩 然後他還滿 還滿鎮定的 幫我處理這些事情 對 曾經就是在耳朵裡面 我有發現第一個 比較特別的就是 有年輕人大學生 都會去看螢火蟲 然後隔天回來的時候 就會發現 耳朵怎麼很癢 然後一直用東西去 掏掏掏掏掏掏 然後一個男生就是來的時候 看就是整個耳朵裡面都是血 然後我幫他清完的時候 發現裡面怎麼 裡面怎麼會有亮光 一閃一閃一閃這樣 然後後來真的一隻蟲跑出來 真的假的 螢火蟲飛出來 對啊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這是卡通的橋段吧 真的 真的 真的假的 對啊 那個螢火蟲 其實應該會滿怕人的 然後它就是一直扣的時候 蟲就是 往裡面轉 可能被血塊擋住 它可能跑不出來 我後來覺得 因為我一開始也看不到 是 我有一次是怎麼樣 我出完外景 然後我吃完飯 我回到飯店 回飯店之後 我就突然覺得我 然後我想說 是不是因為火氣大還是什麼 然後我就 其實我一開始沒有管 可是越晚的時候 我覺得我牙齒越來越痛 我就想說不對勁了 我應該要去看一下醫生 然後因為已經很晚了 然後那個護士也只能幫我掛號 然後再了解一下 我到底牙齒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他就問我是哪一顆牙齒痛 然後我就很詳細的跟他講 然後我的症狀是怎麼樣 可是他一查我的病例 他說我那顆痛的牙齒 其實已經是抽過神經的 他說沒有理由會再痛 然後我就想說 好 沒有關係 我就先掛號 我掛上電話 我就一直覺得 越來越不舒服 我就開始爬紋 我想說抽神經會不會 爬紋最可怕 抽神經會不會就是牙齒 還是有可能會蛀牙 果不其然被我找到了 他就說 如果你神經沒有抽乾淨的話 還是有蛀牙的可能 然後隔天我就氣沖沖 當初我還很相信我的牙齒 它是個權威 他怎麼會給我神經沒有抽乾淨 他說不可能 後來他就幫我照了X光 很徹底的檢查 他說你的神經我抽得很乾淨 然後我再幫你仔細查一下 結果他就查 慢慢看我的牙齒 他說你出外景 是不是有吃到魚 吃魚什麼之類的 我說對 我有去介紹那個石斑魚 介紹完我還有吃這個魚料理 石斑魚 他說你的牙齒上面有一個魚刺 就刺在我的牙齒上 小魚刺 所以我的痛不是蛀牙 是刺到我的牙齒上 每次只要去錄瓜哥外景節目 田徑小鳳姐就是大家開場 不是會哈哈大笑什麼 開玩笑什麼 然後哈哈大笑的下一步就是 你要大吸氣 因為要換氣就會哽大 然後我每次一大換氣 就會有比如說什麼小蟲子 或幹嘛就飛到鼻子裡 蚊子 然後你知道每次 因為你在露營當下 你不能省鼻涕或什麼 你就想說 往上吸 然後想說膠原蛋白 就是膠質還有那個什麼 就把它吃掉 可是會不會吃到什麼恐怖的蟲 它可能會造成更大的傷害或什麼 不容易 你這樣吞下去就很刺蟲 就沒事對不對 還好啦 因為騎摩托車不是 對 路上黃昏的時候 很容易吃到 很容易吃到 以前每次出外景都在吃蟲 對 你看瓜哥現在不是好好的蟲 所以瓜哥一定有吃到蟲 多多少都會吃到 對嘛 蟲還好啦 蟲蟲蟲 只要是能消化都應該沒有吃到 對 還好啦 不過真的是說 就是你嗆進去的時候 在鼻腔會很不舒服 因為我有一個 就是有一個同學 大學同學 他是一個外科醫師 就是熊九九氣昂昂的外科醫師 他有一次也是在吃飯的時候 不小心打一個噴嚏 然後就一顆半粒 就一顆半粒 就是噴到那個 塞到鼻腔那邊 他說好痛苦喔 他到半夜 就是本來外科醫師都很有勇 然後但是他半夜的時候 他真的覺得好難過好難過 等到給我一個耳鼻腔 醫師的朋友說 怎麼辦會不會死啊 就是他覺得好難過這樣 然後他就說 可以就是進去挖嗎 還是怎麼樣 可是耳鼻腔真的就不建議 然後通常這種鼻腔 大概還是會慢慢的下去 所以大概不會造成什麼 太大的影響 可是那個醒不出來嗎 醒不出來 因為他已經在很厚鼻腔 可是我可以醒出粉圓耶 就珍珠奶茶 你們家怎麼都塞汁的 所以你說就是 你一個吃東西什麼 然後他就往上 真的往上跑 然後你就知道他卡在這 很不舒服 你就是一直醒鼻腔 然後他就真的噴出來了 對 然後就是可能 還比較淺鼻腔 後鼻腔可能就比較難 然後另外講一個 就是剛剛一直在講的 小朋友的義務 大概如果你有兩歲以下的 小朋友真的都要很小心 因為我們之前 在小兒科的時候 就是那時候 我已經很深刻有一個 他就是進來 然後他其實就是說 比如說什麼他兩三天前 開始就是會咳嗽 小朋友會咳嗽 然後又有點喘喘的 然後哼哼哼的聲音 可是因為他小朋友 本來就有氣喘的病史 所以家長就覺得 可能是氣喘罷作了 帶去診所看 那診所開了藥之後 發現吃了沒什麼改善 所以後來又帶來大醫院 那還好那時候 就是小兒急診的醫師 就是蠻有經驗的 因為像這種 小朋友就咳很久 可是又沒有什麼 其他的症狀 然後也沒有發燒什麼的 都要想到是 呼吸道可能有義務 這時候問媽媽 媽媽才說對 因為小朋友這幾天 好像在玩那種類似 BB蛋的東西 所以就是果不其然 就那時候讓他去那個 就是請那個內視鏡 做內視鏡的那個小兒科醫師 就是用那個 支氣管鏡進去夾 就夾出一個BB蛋 所以像這種小朋友的 爸爸媽媽真的都要很注意 像花生 瓜子 那種筋都不要讓小朋友吃 而且家裡還養蟲 到底是狗吃的還是什麼 你還研究半天嗎 來 病情會變嚴重 都是病患自己惹的禍 20多歲的女生 他來到急診 就告訴我們說他肚子痛 看起來其實臉色已經蒼白了 那婦產科醫師通常 一來就會先 現在是急診科在看 我們當然婦產科 自己看急診 一來就想說 反正看到女生 就先想到懷孕的可能性 先排除 醫院沒有懷孕 那就準備做超音波 這時候開始問他說 你的月經是怎樣 因為我們問月經 當然同時要問 可是通常病人有些時候會 不知道這到底是月經 還是異常出血 也弄不清楚 所以我們慣例是會問 但是通常不管怎樣 都是驗孕再說 雖然說月經問起來說 大概再過一個禮拜要來了 其實這時候婦產科醫師 絕大部分婦產科醫師 都會診斷出來說 這個應該房體破裂吧 房體兩種破裂 要做超音波的時候 就一面問他那些病症 就說你有什麼狀況 因為超音波下 其實很容易看見有一個 差不多有點像 就是有一個 軟炒有破掉的 那個樣子可以看出來 那肚子裡面的血 血其實已經近千兮兮了 後來血溶素看起來 其實只有7點幾不到8 我們正常大概要12左右 結果我們就很好奇 就問他說 那你什麼時候開始痛了 他說真正痛是下午開始痛 那時候晚上來嘛 問他說那中午呢 他說中午 中午還滿痛 所以我就跑去外面藥局 買那個藥回來吃 可是還是更痛啊 也沒有改善 他說早上 他說早上起來明顯覺得 有開始有點痛 他說昨晚在幹嘛 他說昨晚沒有 昨晚睡得很好啊 他說都沒有講 我們說那睡得很好之前在幹嘛 跟這個有關嗎 我說有關係啊 你昨天 沒有 昨天跟朋友吃吃飯而已 那吃吃飯跟這個睡覺很好 中間在幹嘛 他說 我說 他說有關嗎 有 有關 有沒有跟男朋友 有啦 有啦 我說是不是很激烈 是很激烈 講了半天才終於承認說 我說你那個房體浪動破壞 有相當高的比例 是因為這樣撞破的啦 那現在怎麼辦呢 因為你已經拖了一整天了嘛 從昨天晚上 因為那時候還沒有很痛 他睡得還不錯 清晨才開始發現了 我說你已經拖了一整天了 我們現在就是觀察看那個 你的血能不能止 我們一邊輸血 一邊觀察 假如不能止的話 就是必須 用腹腔鏡手術把它 找到初血點把它止掉 假如能夠自然止血 我們就不會開刀 就是這樣標準療法 那他就一直說 怎麼會這樣子呢 這小小一個問題 搞成這麼大還要開刀啊 我說是啊 因為你們自己把它弄破了 這也不是 對不對 正醫師問病情問好戲 不然找不到病情 像之前就有一個 越南新娘 他就是一個外配 然後就會來看診 那他說來看診 就是說他下腹痛 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 腸胃有什麼問題 可是問起來也沒有 就是拉肚子或嘔吐 那檢查起來 就是讓他做S光等等的檢查 發現腸胃好像沒有什麼 太大的問題 那因為他再問了一下 他就說他最近的那個 分泌物有比較多 就是女生的分泌物有比較多 他長期的啦 好像都還是會有分泌物的問題 所以那時候其實就要想到 可能是女生的 可能是一些就是 腹科器官的問題 那那時候就把他 轉到婦產科去 那婦產科醫師檢查了之後 就說他是一個 骨膨腸的感染 那我就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後來疑問之下 才發現這個越南新娘 我不知道就是東南亞的習慣 是不是這樣子 就是這個越南新娘 他說他自從就是 他小時候他媽媽就教他 說就是如果你以後有了經驗之後 那你要清洗的時候 都要用手伸去搓吸 所以他就是 就是他都會用手伸去搓吸 如果說他最近就是分泌 比較多的時候 他們甚至會用眼水 或者是一些清潔液 進去洗 然後那時候就是我那時候 跟婦產科醫師在討論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說他真的遇到好幾個越南 就東南亞的新娘 都有這個問題 所以這真的是很不好的行為 你手進去的時候 細菌就帶進去了 所以就會非常容易感染 那時候因為他旁邊有個女兒 我就問他說 你也這樣教女兒嗎 他說對 因為他的媽媽都這樣教他 然後我就跟那個女兒說 你千萬不可以學這件事情 這個是不對的 因為很容易就變成是一個 骨盆腸的感染 所以真的要非常小心 最主要是裡面陰道 本來是一個酸性的環境 那它是有很多抑菌在裡面 造成這個酸性環境 可以對抗很多 害菌的進入 可是你把它沖洗掉以後 整個酸性環境就沒了 所以害菌就容易進來 那我印象中 記得一個非常非常清楚的個案 一個中年男性 他獨居 不過他有太太 他有子女 沒有住在一起 他本身有非常非常多的慢性病 糖尿病 高血壓 然後糖尿病 腎臟病病 已經快要接近洗腎的程度了 他每次來掛精神都需要住院 原因就是每次來掛精神 就是人非常非常的虛弱 然後血糖一測 600 700 800 有時候甚至到上千 血糖高到上千 有時候會產生急性病房之後 我們叫糖尿病的銅酸中毒 或許有些人聽過這種狀況 所以這種狀況當然不得不住院 我們就把它有時候住家戶病房 有時候住一般病房 每次住院的時候 後面醫師就很頭痛 你剛出院沒多久 我們都已經很一而再一再而三告訴你 糖化病房怎麼飲食控制 怎麼生活習慣控制 講了那麼多 你到底有沒有按時間吃藥 他每次就講說有 可是病患說有 可是我們經過很多檢驗檢查 其實我們會知道 這個病患在過去三個月之內 他有沒有按時間吃藥 糖化血溶素很容易告訴我們 比較長時間的病患的狀況 每次控制好之後出院 通常隔不到幾個月 一兩個月 甚至有時候短折幾個禮拜 又會同樣請我再來 再來的時候血糖又是五百六百 然後嚴重脫稅甚至同酸中毒 一年住好幾次院 所以他後來變成醫院 大家很不喜歡那個病人 就大家覺得說 跟你講那麼多 你也不配合 你不愛自己身體 那我們乾脆 我們何必要花這麼多力氣來救你 但是後來 因為他是獨居 住院過程 我們就請我們的社公司去關懷他 去跟他了解狀況 去表示什麼是要幫忙的 但後來我們就發現 他背後有一個非常非常 一個讓人家同情的故事 因為他年輕的時候 和他太太感情不是很好 所以沒有辦離婚就分居了 子女認為他的媽媽很辛苦 他的爸爸可能 是個不負責任的父親 所以子女長大成人之後 都和媽媽有往來 和父親是沒有往來的 所以可是這個太太和子女 對他爸爸也不是完全漠不關心 所以每次爸爸住院的時候 他們還是會來探視 所以他會發現說我唯有住院 我才會和我的家庭和我的子女 和我的太太見面 所以他每次是故意 不怕看好 讓他自己 對 讓他自己變成一個危險的狀況之後 然後住院 住院之後我們的醫生 護士 社工 就會通知他的太太或子女 他的子女就會來醫院照顧他 短暫照顧幾天 情況好了之後讓他回去 又回到個人生活 反而是他最快樂的時候 對 所以其實我們後來會發現 其實醫護同仁 其實我們治療的不是一個病 我們治療是一個人 甚至是一個家庭 所以如果今天沒有這個很細心的社工的話 我們是不知道他背後有這個故事的 這個狀況就會一直一直重複重複重複 重複到他一定會進入洗身 或許有一天急性狀況 甚至都有生命危險 還好我們這個醫療團隊 這個社工他非常非常有耐心 而且非常的細膩跟敏銳 他會把病患真正的一個 為什麼我自己不控制病情 我把自己搞得這麼糟糕 我一年反覆住院 這個社工他把這個事情 給發覺出來之後 後來我們就開了一個家庭會議 我們就請他的太太子女和病患一起 其實改善家庭的關係有很多的方式 不需要用這麼讓自己陷入一個 對 後來家庭會議開完之後 很多事情大家也把心結打開了 縮開了 對 打開了之後 後來當然他的一個住院的一個頻率就變低了 我之前有一個個案 就是有時候網路上大家會看到很多 熱衷宗教的那種故事 你都覺得好像匪夷所思 但是現實生活是真的會發生 我自己有以前 大概一個四十幾歲一個女性 其實她懶了肚子脹 那一看老實講 我們這個明顯的卵巢癌 那個婦產科技師瞄了一下就知道 就是卵巢癌 那是跟他講說你要趕快開得到 因為卵巢癌第一個首選 還是先手術治療 後面必須有化學治療 來當貝斯 其實療效如果到我們發現了 通常第三期效果都不是很好 以我們的立場 當然希望要趕快治療 結果看完門診以後 安排以後就安排住院喔 住院當天也來囉 來了 經過我們解釋以後 突然他另外一個家屬來 他們兩個商量商量 突然說 那我們現在醫生也不能 壓著病人開刀 那就回去 我們願意有社工團體 就是利用社工團體問看 到底出什麼事 是覺得醫生不夠遠到還是這樣 有時候會有信心的問題 但是我們希望他必須要接受治療 因為其實我以前在醫院 跟甲衛是同一個區域的醫院 我們旁邊就有長個醫院 所以如果需要 我轉去長個醫院都可以 但是以我們的立場 希望你要好好接受治療 結果打電話去問是怎樣 因為他是 前程的 神明的 某一個神明的 信仰者 他們那邊有宗廟 所以他來的那個看護的人 是他的好朋友 就跟他說 我們在問留在裡面 留在裡面說 可能有不一樣的指示 那年不知道是什麼節日 他就回去問 問一問呢 我們就請人追蹤 一直都沒有回來 這到底發生什麼事 結果後來隔了差不多一個多月 因為一旦附水起來 其實症狀越來越嚴重 一個多月動不了才過來 我說發生什麼事 他說神明跟他講 你要再關卡看看 因為那陣子日子不好 而且神明那陣子很忙 沒有時間保護你 所以你要等一下下 等到什麼時候呢 他說神明沒有交代 但是他是動不了 就來開 好 開完喔 開完其實已經第三期了 其實在腸子上面都有 那就要接受化學治療 那很多這類的民眾 其實他對化學治療有誤會 我們怎麼跟他解釋 第一次打化學治療 因為還在住院中就打 他跑不掉 所以第一次有打 打完當然有點噁心不舒服 但是回去就沒有回來 追也追不到 三個多月都追不到 那我們社工你知道 我們社工才來聯繫 社工很辛苦 對 你不要認為大家都熱於接受 社工的幫忙 常常會被拒絕或聯絡不到 三個多月社工 怎麼樣追也追不到 我們大概追一陣子也沒辦法 我們仍舊的有限 然後隔了差不多 應該是快半年 突然又門診回來 因為這種沒有治療完 就算治療完成 其實大家知道 兩年左右的存活率 也沒有太好 大概三成四成而已 其實何況他中斷治療 回來一問到底發生什麼事 他說神明有跟他講說 你還是要回去 可是這個神明 其實判斷力還是還不錯的 但是神明說你要回去 可是他自己就在掙扎 於是你知道神明也有 第二意見 就是有第二意見 他就去請教第二個神明 第二個神明 就跟他說現在日子不好 剛才那個神明說的不對 你要來我這裡 我給你加持才會比較好 神明之間現在也有競爭力 所以那半年就在神明那邊治療 其實細節我就沒有問了 WO什麼 氣功 調養 補水可能沒有 但是他就給他一些 還不錯的東西 但你知道卵巢還是很硬的東西 這個不會好就是不會好 六月再來其實也沒有辦法 我們要建議他再開第二次 他聽到我們後面講了一些治療 他就嚇一跳就回去了 其實後來我知道 大概一定就在家裡跟神明共存在 他直接去見神明了 這個故事 因為我們有時候常常在醫療界 會覺得 如果遇到一個好一點的神明 正面的支持他 可能神明也有正面力量 也有不是很好的力量 他不管怎麼樣 其實到生病還是 他是信我們醫神比較重要 對 醫神給你的建議其實是比較中肯 而且也有可靠的 其實保安哥講這個 我遇到過非常多 就在前一陣子的時候 才有人在我的臉書 就私訊我 就傳了一張照片給我 然後就是他有一個人的 右邊的乳房整個一個像 像那個花椰菜一樣 就冒出來一大坨的東西 大概15公分到20公分 就一坨 一直在流血 我就問他說這是 他就說這是我少少的乳房 他就問我說這是乳癌嗎 我說這九成九是乳癌 他就問我說這個還有舊嗎 我說你不管他還有沒有 就你現在把他帶過來給我看 你就把你少少帶過來 他說可是他少少不願意 他說他少少已經 這樣子已經三年了 這其實三年前 就被診斷出來 應該是乳癌 但是這三年他只相信一個師父 他跟著他一直在休息 一直在休息 所以那個東西本來從5公分 一直變成15公分 然後可是因為他姐姐就是 這中間他一直在勸他少少說 要去看醫生 他少少說完全完全都不願意 然後他少少後來就說 因為他少少還記得 我再看醫師好辣 所以他後來那個 他的那個小姑跟他講的時候 他就說 他小姑跟他講說 那我帶你去找江醫師 他就說他就有點心動 因為他本來是絕對不接受西醫治療的 他聽到的是我 他就說好 那我再問一下請示那個聲明 就那聲明還不錯 我說可以 但是要下個月 就這個月不行 結果就很可惜 就差這一個月 他找到上個禮拜就迫失了 其實我們真的看到很多癌症 特別是乳癌 其實現在治療效果真的非常好 真的不要去拖到 其實我另外一個案例也是一樣 就是我們有時候 醫生給你們的醫囚 你們都會把他當作耳邊 我都覺得好像沒什麼 其實我都對你真的很重要 之前就有個17歲的小朋友 他在那個基隆那邊 海岸那邊 就是無罩駕駛 騎著摩托車摔倒 摔倒還滿厲害的 摩托車斷兩根 肝臟還裂掉 雖然我們計程的時候 血壓只有70 不過我們輸一輸之後 血壓到90 然後我們那個電腦換成一掃 發現他肝臟在初學 我們沒有開刀 我們給他做血管酸塞 就塞豬 塞豬之後他就住院兩個月 住院大概兩個禮拜 才回家 回家我就電停他 我就說 你接下來這半年 你絕對絕對不要便秘 因為有時候你便秘有沒有 一用力有沒有 你本來那個盒子的地方 可能會爆開 另外就是說 你絕對不能做聚業運動 回家就是要休息 這半年體育課 你可能要跟老師講說 你體育課可能就不適合上 你就要休息半年 結果他出院 才一個月 又被送到急診室去 他真的差點掛掉 為什麼 他去打籃球 他就在那邊運球過文的時候 有沒有啪一下就倒地 我們來看的時候 那個烈的地方 又再爆一個大洞 這次就繼續開了 因為這次來血壓完全不穩 根本連做那個 血管摔掉的時間來不及 直接就上去看 不過還好啦 夠年輕 最後還是回來了 因為我現在就在 練一些格鬥什麼的 然後前一陣子就是 因為你知道 在打這個東西的時候 因為前一陣子 我是在跟一個男生在對打 然後是真的就是拳打腳踢 就一直在打 然後因為我是一個女孩子 我能夠跟一個男生這樣對打的時候 我在那個當下 我是非常非常亢奮的 我那個很High到一個不行 可是就是因為一個腳沒有踢好 我就一直猛打猛踹猛踢 我就一個腳去踢到男生的側邊 我也不知道踢到哪裡 我當下就只覺得 痛 可是不是那種 我沒有辦法忍受的巨痛 我只覺得痛 然後我就想說 好 那我休息一下好了 可是這一休息下來之後 我就發現我的腳 可能已經沒有辦法可以正常的行走 就是我的腳板 腳背這邊 就很痛很痛 可是當下因為可能我還很High 所以我沒有覺得它有巨痛 只是到了隔了大半天回到家 天黑了到半夜了 我才發現天哪 我的腳變得好可愛喔 因為它除了剛剛撞到那個地方 有點腫起來之外 我整隻腳連腳趾頭喔 就是已經沒有輪廓了 它整個腫起來 很腫很腫很腫 而且腫到我腳踏到地板上 我就覺得好好玩喔 我還一直跟我老公分享說 我說你看我的腳變得好好玩 就踏下去裡面有水在動這樣 妳被穿她的籃球鞋 對 而且她變得好胖好胖 然後我就想說 這應該就是一般的什麼挫傷或幹嘛 就是可能骨頭有撞到 就是裡面可能有發炎的狀況 所以腳才撞起來 我就沒有去看醫生 就等到兩三天過去之後 我的腳真的沒有辦法走路了 就是我已經跛腳之餘 我已經沒辦法顛 然後也沒辦法做任何的姿勢 也沒辦法測 我就覺得太不舒服了 我就去看醫生 然後醫生說小姐 妳知道妳有點骨裂了嗎 他說妳這麼嚴重 妳怎麼不覺得痛 我說痛啊 但我想說她應該會好 然後只是兩三天都還沒好 所以我才來看妳 然後她就說請妳不要再動了 她就要我的腳不可以再 什麼快跑 或者是像我那時候還工作 腳胖的跟豬一樣 我還穿高跟鞋在那邊走下去 她說妳現在就是必須要禁止 這所有的事情 妳只能穿兩鞋 也不能穿鞋子去壓她什麼的 我才發現說 原來我的腳這麼嚴重 生活處處暗藏危機 遇到任何狀況是不要掉以情形 多觀察自己身體變化 就少一份遺憾 祝大家身體健康 謝謝 看完了節目又到了就寢的時間 但對很多有失眠困難的人來說 這是她一天中最難熬的時候 如果想到明天的工作 妳是不是又焦慮的翻來覆去睡不著呢 很多人又不搶吃藥 這邊教大家兩個小方法 第一個是妳可以養成寫睡眠日記的習慣 記錄下妳每天就寢的時間 起床的時間 吃正餐的時間 那如果有運動習慣的人 也要記錄妳的運動時間 以及睡午覺的時間 經過一段時間的記錄 再回過頭來檢視 可能就可以找到妳 失眠的罪魁禍首 第二個小方法就是吃 一些富含色藍酸的食物 像是低脂的火雞肉 就是不錯的選擇喔 受傷流血了該怎麼辦呢 首先不要驚慌 一個成年人要出血超過1000CC以上 才有可能造成休克的狀態 所以一般的受傷流血 是不足以致命的 那要怎麼止血 這樣患測抬過心臟嗎 這樣太辛苦了 那麼用斷帶去綁住患肢 這樣很危險 容易造成患肢的缺血壞死 那麼用煙草或是敷料去敷傷口 這樣反而容易導致傷口的感染 其實妳只需要用乾淨的紗布或毛巾 直接加壓傷口患測 就可以達到止血的效果 如果傷口比較大 或是出血量比較多 繼續加壓趕緊送醫 謝謝大家對好辣醫師們 的支持記得訂閱醫師好辣 YouTube頻道 還有按下鈴鐺 收看最優質的內容喔